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卫生署昨天提出所谓的十大改革策略 我们要沉痛的抗议反驳 衛生署只是敷衍了事 完全没有诚意 完全没有诚意做任何积极作为 比如说20亿 20亿的专款专用 已经都知道 过去我们就提出来 请卫生署提出监督方案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毛钱在护理人员身上 每年医院机械我们的时数都超过100个小时 然后永远年修都修不完 一个月只有放6天 6天跟一般正常人比起来少了很多 那我们也有轮三班这个困扰 常常是大夜下班 接偶服 之后接白班 根本就在睡觉啊 完全没有办法陪自己的家人 也没办法做自己的事情 那夜班的话一个人是18床 18床病人 那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小时插房一次 然后因为夜班其实家属跟康都在睡觉 所以你要看病人如果在呼吸 因为中间其实常常很多病人在睡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走掉了 你可能没有很清楚 即使是一个小时插房 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意外发生 那所以夜班其实很常CPR 但人力不足 那另外一个护理人员 他也要照顾18床 他也要顾他的病人 所以有时候只要有一场急救 基本上如果那一天 一般如果是八四班的话 那至少是中午以后才下班 我觉得很痛心 怀我正常的排卵日 月经已经四个月没有来 想想看 妇女会要这样子直接讲出来 是多悲哀的一件事情 把护理人员的劳动条件改善 也就是说他的薪资要调整 他的工时要照劳机法去调整 而不是账面上只是看他有没有出缺情 有没有不符合劳机法 而是要真正的去抽查跟落实 然后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那个他的夜班比 就是护士的夜班比的部分 这个护士比列入医院评鉴的项目 这才是真正能够正等清源 否则 那个老老会每次老解 他只是看看打卡 他看看出席的部分 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而且现在他都会用偷跑的方法 叫你待命 打卡下班待命 没有真正解决我们护士 他必须要长工时的留在医院 留在医院里面去工作 留守然后没有自己私人的休息时间 这一次呢 这些护士这些以往是以牺牲奉献为直至的 这群的反应天使 他们今天呢终于要站出来了 终于要筹组他们的这个 物理人员的一个产业工会 他们开始要为自己争取权利 否则当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自保的时候 又如何去照顾别人 用筹组来有点紧张力